何鸿燊三房女儿何超莲 因为男友窦霄在内地的关系 这一年多来 她已经把发展重心从香港搬到了内地 不过这就意味着要与家人分隔两地 且因为受到疫情影响 不可能再如从前那样 自由地往返香港内地 何超莲虽然没有太多时间 返回香港陪伴看望家人 最先挂的应该还是三太 不过有钱又有闲的三太陈婉珍 可以到内地来探望何超莲 事实上自八月初 何游戏突然被曝光 已经现身在上海的时候 三太应该也在上海了 果不其然 在三太再临回香港之前 何超莲就出卖了母亲 她拍了一条与三太有关的短片 并上传到社交平台上 久未露脸的三太出现在镜头前 显得一脸无辜 只见三太打扮质朴 穿着宽松的T恤 也没有化太浓的妆 没有保镖 看不出是身家百亿的贵妇 可想而知 如今的她活得是相当自我与惬意 夹直又有点幸福肥 犹如林家的大妈一般的亲切 也难怪有人直呼认不得 所谓认不得眼前的这个三太 多半是因为 对三太的印象停留在她 在社交场合长修上午的那一幕 蒋真 陈婉真虽然贵为何鸿燊的三房妻子 但为人是四个太太中最为柔弱 也最没有企图心的一位 她既没有大太太李婉华的地位 也没有二太太蓝穷英的霸气 更不如四太梁安琪的能干 说白了 她就是一个小女人 如果不是为了争取自己这一方应有的利益 她也不会在某个时期抛头露脸 以三太的身份四处陪伴何鸿燊 周旋于社交场合 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 而如今 三太已经功成身退了 不存在争产的问题 也没有利益可要 她就回归到了自己的最本质的生活状态上 事实上 三太如此质朴 随性地打扮 甚至几乎不怎么打扮的状态 已经很多年了 追溯起来 应该是从何鸿燊住进了养和医院之后 三太就已经无心打扮了 正如之前所说 三太从前装扮自己是不想失礼何鸿燊 要体面地展现自己 所以总是打扮得漂漂亮亮 后来 何鸿燊入院了 再也没有走出医院的机会 陈婉珍就不再装扮自己 几乎都是短发的造型 夏天最喜欢穿宽大的T恤 冬天就是宽大的卫衣搭配牛仔裤 这样的穿衣打扮风格已经成为了一种常态 反正也不会流连在社交场合 更不会与媒体打交道 要说三太这些年有什么大的变化 最大的变化应该还是幸福肥越来越明显 所以 她总是穿着宽大的T恤 卫衣 所谓幸福肥 就是生活幸福 没有心事 不必操劳生活 再加上体制的问题 越安逸就越容易发福 的确 自从和洪神离世之后 三太也没有什么需要操劳的了 两个孙女随其交回上海娘家了 不用她照顾 自己的子女也长大了 名下的生意也都交给了子女打理 最忙碌的事情 就是要照顾家里的一群猫 还有猫鱼与友人打麻将 所以挂念何超连的她 干脆就与友人结伴 到上海探望何超连 三太与所有港人一样 来到内地也需要隔离 她也经历了14加7天的隔离期 不过为人低调 出行的时候也没有声张 而何超连也一直没有公开 母亲已经来到内地的消息 直到三太要离开了 在上海吃了死刑的最后一顿饭 何超连才公开了 与三太一起的视频 从视频中可见 三太在吃饭的时候很开心 根本就是不顾一态 当然也是因为何超连突袭拍摄 令三太措手不及 三太只是不想出镜而已 也没有太多的怨言 而三太在上海期间 何超连全程陪同 另外准女婿斗霄也全程充当司机 带着三太及其友人四处吃喝玩乐 三太对此行非常满意 应该也非常满意斗霄的表现 所以在车内 被何超连问及感受的时候 她全程笑口盈盈 真是难得看到三太一笑 就连何超连也形容母亲这时由衷一笑 三太此次来上海大概也就两个星期的时间 除了探望何超连之外 想必还有一个目的 就是来探望两个孙女 虽然两个孙女如今与其交生活 但不管怎么说也是自己的亲孙女 且在她们往上海生活之前 与三太的感情都很好 特别是大孙女 一直都跟着三太生活 祖孙情很浓 所以来上海 没有理由不去看望两孙女 如今女儿探望了 孙女也探望了 吃香喝辣了一番之后 也算是满载而归了 回头来说 67岁的三太 如今的生活真心惬意 这才是真正的享受生活 探世界 接下来的内容更精彩 何超新现身清华大学开学典礼 穿校服气质清新 22岁正式攻读硕士 何鸿燊四方儿子何尤军 从前就被形容是媚控 对唯一的妹妹何超新宠爱有加 做出过不少疯狂的举动 如今虽然已经结婚 成为了人夫成为了人妇 成熟了不少 理智了不少 但是 对何超新的爱一点都不少 只要是何超新人生中的大事 他都不会错过 何超新 在6月 从美国麻省理工大学 双学位毕业后 未来将在清华大学继续深造 如今 学校正式举办了开学典礼 何超新已如约而至 出现在了典礼现场 而这么重要的时刻 何尤军虽然不能也不便见证 但是 他也在社交平台上恭喜 并寄予了何超新 表达出作为哥哥对妹妹的期待 以及骄傲之情 何鸿燊家族有两位学霸 那么巧的是 两位学霸都出现在了四方中 更巧何的是 两位学霸都是家族中最小的孩子 感情还相当要好 而这两位学霸正是何尤军与何超新 称得上是赌王生前最宠爱的两个孩子 比较起来 何尤军当然比何超新更有名气 可能因为外相的关系 也因为他颜值一直很高 并且常常出现在摆面头条 又取了西梦瑶为奇 受关注的程度更高 何尤军的学霸之名并非浪得虚名 从小就备受媒体推崇 更令赌王四太感到骄傲 毕竟21岁他就拿到了 麻省理工大学的金融学位 成为当时史上最年轻的 麻省理工大学毕业生 而对于自己有着过人的才干 聪明的头脑 何尤军一点都不谦虚 毕竟 这是他最值得自豪的地方 而能够让他心服口服的 最终也只有何超新 在2021年6月 何超新从麻省理工大学 毕业的消息传出来后 何尤军一直引以为傲 直言何家学霸的荣誉 终于要移交了 没有任何不舍 反而显得很兴奋 这足以看得出来 他是由衷地为妹妹感到开心 而何尤军直言 何家学霸荣誉已经移交 也不是客套或是抬举何超新 何超新比起何尤军 在聪明才智上 绝对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同样是在21岁的年纪 从麻省理工大学毕业 何超新毕业的时候 是以双学位学士的身份毕业 比何尤军还多拿了一个学位 所以何尤军对何超新 没有任何的不服气 回头来说 何超新绝对是天生的学业型人才 同样是在小时候 就已经品学兼优 且为人独立自主 12岁已经远离父母 往英国读寄宿学校 高中毕业后 同时获得麻省理工 以及剑桥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而在2021年6月 正是从麻省理工大学毕业前 他就已经获得了 到清华大学苏世明学者项目 深造的名额 不过当时 对于是否继续深造 是否去清华大学深造 仍然没有一个定数 所以 只是学校单方面公开这个消息 去不去始终还是取决于当事人 因为还要接受考试测试 当然 最后 何超新还是决定 到清华大学深造一年 并且通过考试 因为苏世明这个学者项目 绝对是可遇不可求 不是自己申请就能加入 能够参加到这个项目 首先要被学校推荐 还需要这个项目的负责结构 进行全球临选 考试 2020年 麻省理工就只推荐了 四位学生入选 何超新是其中一位 而何超新最终选择到 清华大学深造 除了最新钻研学业外 本身他也暂时没有经商 创业的打算 另外 还有一个原因 是哥哥和尤军的生活 工作重心都在内地 如果他也在内地上学 就更方便兄妹之间的往来 何超新自幼 与何尤军的感情就特别好 可能是因为两人年龄相弱 且都是家族中最小的成员 所以无话不说 事实上 何尤军对何超连的疼爱 非常夸张 没有结婚前 他每年的5月20日 都会表白妹妹 何超新生日的时候 更不惜非到英国 为妹妹庆祝 还曾经直言 就算日后自己结婚了 谁也不会取代妹妹 在自己心目中的位置 虽然 现在回顾 他当年所说的这些话 可能会觉得有点幼稚 这也无不说明 他是真爱何超新 事实上 在何尤军结婚生子后 他也没有因此冷漠何超新 何超新2021年生日的时候 他还专门为妹妹举办了 22岁的生日会 排场还不小 转眼9月来临 何超新也到了入学的时间 一向低调的他 并没有公开个人行踪 他入学这件事被公开 也是因为清华大学 在公开硕士生入学典礼时 将有何超新的照片公布 何超新应该是 作为学生代表出镜的 从照片中可以看见 何超新穿上了学校的校服 戴上了紫色的口罩 戒指显得很清新 看起来与一般的学生 没有什么不同 不过在何游君眼中 就非常不一样 毕竟是他的妹妹 很快他就转发了这条信息 并且公开了自己的感言 他提到全家四房 为何超新感到骄傲 还赞美何超新 靠努力考上了研究生 同时也寄予妹妹 要懂得努力力学笃行 言语之中流露出的就是 对妹妹浓浓的爱与期待 关怀之情 感谢观看